蝦虎魚 蝦虎魚是魚類之中的一個大科 它們除了身體細長最特出的特徵 是它們呈吸盤狀的福奇 在潮間大地區 它可以將自己吸附起岩石 或者紅樹植物之上 這次我們一起去觀察一下這類魚 豬拉市枝蝦虎魚是小型的蝦虎魚 身體淺黃色至暗鶴色 有六至八條顯著的橫斑 紅杏除了擁有較粗壯的身體之外 顏色亦都會比較明顯 這種蝦虎魚生活在紅樹林邊緣的沙泥灘圖 藏身在石棘之間 主要以油機碎舌和藻類作為食物 阿浦市枝蝦虎魚分布在香港的沿岸地區 可以在紅樹林和潮池等環境發現到牠們 這種蝦虎魚的特徵 是身體後端有兩條深色的帶紋 尾其上高亦都有幾條深色的斑帶 外形上紅性和癡性有明顯的分別 紅性除了擁有較粗壯的身體之外 顏色亦都比較鮮艷 背脊上還有絲壯的奇條 牠們棲息在溺石或枯木之間的冷卻 以毛隻吹動物、藻類或其他有機物作為食物 彈桃魚是潮汗大的明星物種之一 原來牠們都是蝦虎魚 紅樹林和潮汗大泥灘 是牠們最常出沒的環境 彈桃魚有一對向上突出的大眼睛 令牠們可以時刻留意著身邊的環境 一遇到危險就會極速躲進洞魚裡 彈桃魚可以呼吸空氣 並且會利用發達的空氣 在泥灘或岩石上爬 腹旗連合而成的吸管 還可以幫牠在離開水面或泥面的時候 吸附在岩石或紅樹的根莖之上 其實要認識和欣賞魚類的多樣性 不一定要潛入水裡 潮汗大的淺水環境和潮池 都是發現自然生態寶藏的好地方